我們接下來會有語庭 語庭跟Sandra要來分享 就是開源天然在公共領域的事情 那會有語庭來進行開場 然後等一下也會有slide 會有slide吧 對會有slide 好 大家好我是語庭 然後Sandra因為下午時段臨時有急事 所以有我一個人分享 然後等一下他會有影片 那在開場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就是身份的說明一下 就基本上我跟Sandra是政府的 公共城市的城包山 那這個角色要特別說明一下 然後同時間我們也是長期的GNB參與者 那這個雙重的身份 然後也歡迎大家等一下多多交流 然後在開場前為什麼要講這個 大家如果有看到topic的話會知道 就是大家沒有關注到 我們的稅金用在哪裡呢 因為五月要報稅了 大家應該發現今年的稅金也蠻重的 那我們就先請Sandra開始 哈囉大家好 我是Sandra 不好意思今天沒有辦法到現場 所以我的部分 我今天會用錄影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今天呢 我主要會想跟大家分享三個部分 第一件事情是公共城市是什麼 就是先對焦一下這個名詞 跟我們對它的想像 然後再來就是政府為什麼 不用公共城市 畢竟它是我們的標題 然後之前有 剛好這個機會參與一個專案啦 就是針對 公共城市去跟各式各樣不同的利益關係人 去做訪談然後去了解一下就是 以後就是公共城市在運行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什麼樣子的 算是挑戰 或是一些比較偏向阻力的東西嘛 所以那個時候 有一些發現 然後也想把這些發現 簡單的跟大家分享 然後最後就是除了 為什麼不用公共城市的部分 會主要是分享 執行上可能會是非常阻力 可是其實在我看來還有其他的 有趣的觀察是 其實它是一個跟現在 在做事情的方式 很反直覺的一種思考方式 所以也想要針對這件事情 多做一些琢磨 那說到公共城市就不得不先 提到就是現在 任何公共就政府他們提供的數位服務啊 可能是一個網站 可能是一個APP 可能是一個平台一個系統都可以 那 這些東西在 成為一個可以用的東西之前 它其實是需要經過採購的 經過採購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在 你就想像你今天是政府 裡面的一個員工好了 然後你被交派說 那就麻煩你接下來去 去開發我們的一個什麼申請系統 然後你就會前面去 你需要先去說 那我需要一個什麼樣子的申請系統嗎 我們先去釐清我自己的需求啊 長官的需求是什麼 他想要什麼東西啊 那 有一些人他可能 會 可能不會 去釐清一下使用者 不同的使用者 肯定有什麼樣的需求 好 反正如果我今天先搞懂我需要做什麼東西了 之後呢 我需要把它寫成 規格 就說我需要一個什麼樣子的系統 然後 我有多少預算 我有 多少時間 我想要做什麼樣的廠商 我預期你需要什麼樣的產出之類的 像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你 開標 然後有人去投這個標案 然後 廠商 確定要合作了 也選擇他了 然後到最後再去做這個系統 開發的執行 大概會是這樣子一個流程 那 每次要 有一個新的東西的時候呢 大概 沒什麼意外的話 你就是要經歷一次像這樣子的 採購 的過程 然後因為 每一個採購都是各個單位去 去做的 所以 不同的 單位 自己去開這個標案 要自己去做這個採購 所以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在 不同的地方 他們都各自花他們自己的預算 然後做出了類似的東西 甚至是 我們 今天說 跟 就我原本是跟 我是公家單位 然後我跟一個廠商一起合作 然後這個廠商 他們到最後就是收起來了 這個廠商不見了 然後我需要去找一個新的廠商 可是因為原本這個廠商 就是因為coding 畢竟是在他們那個地方尾運嘛 那新的廠商進來呢 說啊 那既然換了廠商 那我們就乾脆順便來更新一下 就是再淨壞我們的東西好了 然後呢 再開發了一次 很類似的東西也不一定 公共程式其實它 呃 如果你看它的字面的拆解 就是你一個公共可以在家拿出來用的 程式 嘛 講這個coding 所以 倘若我今天有這個東西 你拿出來 開源出來 然後其他地方說啊 我要那個東西 我就可以從 這個公共程式拿過去 看我要是參考也好啊 然後 或者是我要直接fork出去 去修改它也可以 那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就是 可能會有什麼樣子的阻力 嗯 首先我們應該要來看看說公共程式 它跟什麼樣子的人有關係 所以從我們剛剛在看表演的那個流程裡面 我們知道會有政府機關嘛 一定跟他們有關係 然後再來就是資訊的廠商 因為 他們要一起合作才能把這些任何的資訊的系統啊 平台啊什麼的架式出來 然後因為公共程式它是開源的 所以 不不免得也需要來討論一下說 那開源貢獻者之於公共程式那又有什麼關係 所以目前我們先列這三種不一樣的角色 所以不只是思考政府為何不用公共程式啦 應該 我們今天探討的議題 或者是我更想要分享的是 為什麼大家沒有辦法這麼的容易開始使用公共程式 好我們先來看政府機關哦 所以 政府機關的承辦啊 它其實原本規格跟價格等等要怎麼制定 一開始可能對他們來說就已經是陌生的東西了 那今天又要用開源的東西 那規格要怎麼制定 尤其是如果這個開源 你知道使用公共程式之後還要再把它再開源出去 那又是另外等於是另外一個新的知識嘛 然後再來就是價格 今天 因為我不是從零出發 從零開始在做這些設計跟開發了 那是不是其實我的價格可以開便宜點 可是我可以開便宜多少 還是它真的是可以開便宜點了嗎 就等等的 其實這些都會是 到時候政府機關他們會遇到的一些困惑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要用開源的方式去開發 他們會擔心找不到廠商 我們的確有訪談到一個政府機關那個時候就提到說 他們曾經有想要做一個開源的表案 然後那個時候就沒有人願意來透 所以也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疑慮 然後再來就是對於程式嘛 的你知道 最coding 或者是開源這些東西 本來就沒有那麼熟悉的人 他就會覺得說 那所以我的東西全部都要公布出去嗎 那這樣子如果是一個裡面有資料的東西 這樣會不會有資安疑慮 那我們我們 我們對對於系統的價值比較熟悉的人就 知道說我們到時候放上Github的東西 會是這個系統的架構不是裡面的內容 可是對於不熟悉這些的人來說 他們分不 不一定分得出這些的差別啦 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疑慮 然後再來就是初期你要將專案開源 因為你要做很好的documentation嘛 你需要去確保你用 像比如說我如果用其他的開源的東西 那他的開源條款是什麼 那我接下來可以做哪些事情 這一些都需要更仔細的去核對 那這一些反而會增加行政成本 所以真要說搞不好啦 談到剛剛第一點 這個價格啊搞不好不會比較便宜 反而在初期一開始會比較高 好再來是看資訊廠商 他們要弄公共城市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什麼樣子的困難呢 首先就是對於使用其他人的程式嘛 會感到抗拒 當然就是要是我們今天寫coding的習慣 都不一樣的話 突然用別人的coding 反而就不一定 還不如用自己的coding 而且要是今天公共城市上面的程式嘛 寫得極不乾淨極亂 那真的是不如自己重新寫 還比較快 所以是有code的品質 跟是不是大家習慣的一些 寫程式的方式 這上面是會有磨合的 再來就是因為開發的成本這樣就變得很難以掌控嘛 因為可能 我也不知道我去用別人的coding 這樣子開發東西需要用到多少時間 跟多少力氣去釐清 然後你說你要幫你客製化的程度到底是到多少 那這樣子廠商的報價也會不好報 讓這個落差變大然後反而變得不好溝通也不一定 就會有這樣子的疑慮 然後再來就是到時候 使用跟微韵的權責 怕會不清楚 因為他開源出去 要是今天有人說 這個coding這裡有問題 我一個路過的民眾好了說這個需要改 那今天是誰負責改 跟誰去決定要不要改 應該是需要有更多討論 然後要訂定一些原則出來的啦 然後再來就是開源貢獻者 那時候我們有有辦一個 有有辦一個 算是一個討論的一個活動去說 欸那這樣子公共程式大家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他帶給你什麼樣的價值 跟你可能會想要怎麼樣的參與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有一種關我屁事 我都已經繳稅了 為什麼還要叫我來幫忙寫政府的coding 呃但反過來說啦 要是今天這個東西 跟我自己沒有直接的關係 呃那說實話 也不會有參與的動機 像是 呃要是今天我是一個 圖書館的系統好了 我如果平常就沒有在接觸的話 那就跟我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今天因為我很常接觸 我遇到一個問題 然後我覺得這個地方可以 真的可以改得更好 然後今天這個公共程式也有開放 讓別人去協作的空間的話 那我可能就會為了我自己也想要去改他也不一定 對啊 但是今天倘若我貢獻了 那之後的運作跟維運的全責也是一個需要討論的東西 然後我也想要跟大家多討論一下 就是關於它是如何跟現在的一些思考方式 還蠻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在我看來 然後就是這一頁 尤其是這一頁它是全部都是我的觀點 就是在推行公共程式這件事情啊 倘若今天以推行為前提啦 就是除了挑戰到現在的做事方式以外 它也挑戰到許多人 我們平常比較習慣的一些思考方式 像是我們當然會希望可以看到很多立即的成功 像是說 誒你怎麼 其實這個這個跟台灣的政治也很很大的相關嘛 就是你上任了怎麼還沒有做出一些讓我有感的東西 就常常會聽到政府就說我們要做民眾有感的事情 那就是其實是想要看到立即的成功 我自己是不相信會有這種一發即中的奇蹟 它可能會有很多不一樣的例子啊 示範啊等等 然後會需要慢慢的慢慢的讓大家越來越可以想像 越來越可以習慣 它才有辦法去去真正的被實施 或者是說因為它是一個超級型的東西 然後就會覺得說啊 以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的話 當然是要先觀察一下 然後再看誰做最後的定奪嘛 所以公共程式在開始推動之前 偶照書發布他們會提出一些指引跟等等的 那當然那些就是最基礎最基礎的說 誒所謂的做法那我們可以怎麼做 但像我自己是相信 那種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的精神 所以當你要做的事情越行 那是跟現在越不一樣的做法 那你就越需要去討論 甚至是說我需要去嘗試一些各式各樣不同的東西 去從中找到最適合的運行方式 然後因為我們人類都是懶惰的 所以有時候會停 就是跟大家在聊這件事情的時候會覺得說 大家好像會希望有一個單一的解方 就是說啊我們就這麼做就好了 或者是我的公共程式只要有這樣子的規範 用這樣子的方式寫或者是用這樣子的提供方式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SOP1235步驟絕對成功 的做法 但因為 要開發好的 等於是數位環境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系統性的東西 那就需要去系統性的面對 甚至是要推行公共城市這件事情 他給我的感覺 他本來就是一個很系統性的 的一個 的一個 算是一個 公共城市可以稱它為一個東西嗎 就是一個 對 一個東西 所以他不單單是 我把城市碼開源出去就好了 他甚至是 我需要去讓更多人認識開源是什麼 搞不好我們就需要進入高中 國小開始去推這個概念 以上 先是我這邊想要分享的部分 那我明天 我禮拜天人會在現場啦 我會到年會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好奇 或者是需要多交流的話 我們也可以多交流 但是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問語庭 他是接著要分享的人 所以我們就歡迎他 好我是語庭 那回來了 呃因為時間有點感受 我盡可能控制在10分鐘裡面 然後本來有些小互動 我可能就先會pass掉 那 呃很高興大家來 呃本來 我看現場應該是沒有假翻的存在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因為有直播錄影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事情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結束後歡迎再找我 或者Chandra怎麼明天都會出現 那在這個狀態裡面 Chandra是UX Designer 那我是Nginior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看這件事情 好 好 呃這次我在德國CCCD的一張照片 然後這是我女朋友 那不是他很可愛 是因為背面這面牆很讚 呃我覺得公共城市就像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來 做一件事情 然後讓一面牆更好 那這也是我覺得公共城市可以期待的一個地方 那在政府環美推公共城市之前我大概在GNV也有時候有聊起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我的目錄 好跟我們就一個一個來 呃一樣 像他在Chandra定義公共城市 我也來跟大家分享從工城市的角度去看公共城市 對 呃我們知道台灣在某個年代之後呢 政府很喜歡開放 然後都會把城市open source 然後就說我們是一個open source的政府 我們是一個開放的政府 但其實 呃open source是不等於公共城市的 呃大家應該 在不一定會有經驗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呃 大家很喜歡說 呃政府就把他裝上open就好啦 但其實大家都不知道他open了什麼東西 其實如果在商業界跑到大家知道 有些公司為什麼用open source的專案 但是大家為什麼沒辦法超越他 是因為他永遠open source 比現在還要就一個版本的 呃比方說Linux OS啊等等 這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在open 呃在公共城市上其實只有規範的叫做 呃 呃foundation for public code 然後他訂了 呃一大堆東西 對 那大家歡迎把它可以把它讀完 呃我們速發部很熱心的有把它翻譯成 呃中文啊我補充一下就是 呃我今天的言論是我個人的言論 好不代表速發部或者這個專案的任何內容 對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們之後會不會有些東西 會不會如如一些劇本劇往前推進 ok 好那呃這裡面我們有看了很多東西 但其實因為他訂的很細 我有發現我們專案並沒辦法完全符合 但他有必要跟建議 那基本上按照規範我們有完成必要的條件 對 好那 呃 有中文版以外 他中文即便他翻成中文其實大家就看不懂啦 所以之後要交流也可以討論看看 對 好 所以呢我們訂了一個規範就是我們希望 呃未來政府只要公共城市的專案 都會有一個public code.yaml 那這個yaml也不是我們自己訂的 有一個叫做public code.yaml的標準 然後也是一個標準的算是社群或者組織 再訂這個規範 我們按照他這個規範裡面定了 我們yaml檔裡面需要的有的內容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到我們 大家可以搜尋 呃 那這樣就呃完成了這個這個public code.yaml大致 其實沒有還有很多細項要面對的問題 呃包括執行的部分 那其中一個呃我非常希望呃非常會覺得大家需要討論的 是呃license的問題 呃我們常常講到open source有很多license 那其實大家可能想到第一個就open就mit啊 呃其實不盡然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這個專案其實是納稅人的錢 講白了是 中華民國台灣納稅人的錢 對那你 願意把這樣的一個專案 open source 或者到全世界嗎 包括任何的敵對國家都可以使用嗎 其實這是有這是這是有爭議的 所以長遠來講我是期待這個樣的license 可能要某些限制 比方說僅限於台灣的政府跟公民 或者企業可以使用之類的 那超出這範圍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條款呢 這也是呃需要討論的 那也就現階段來講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一般我們在接案的時候大家可以發現 一般公司會跟你簽一個約 就是你的著作權歸那家公司 ok 那以public code我們在簽約的時候 我們的著作權是歸 觸觸發部 也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就是政府的的的著作權 並且還是會把整個連sauce code的著作權 跟智慧才能拿過去的 那才避免之後的爭議 那同樣的如果大家之後要貢獻層次碼的時候 也會需要簽署這樣的一個流程 大家如果有去一些大公司去去貢獻層次碼 他也你大家也會發現 他需要你簽署他們的授權 畢定著作權有一些著作人格權的問題 變成要跟coder去共享著作人格權 對好 再來 呃如果我們都做到這幾點 我們可以說我們是公共城市了 但是公共城市做出來要有人用 那 怎麼用呢 大家如果沒有當公務員一定有當過員工 ok 那大家可能會有一個經驗就是 你到一家公司也很開心的考進去了 或者面試進去了然後開始領錢了 然後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情 對 呃一個新的公務員大概也是會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這時候呢主管就會跟他說 哦你要做什麼事 然後呢他可能就哦好 哇你要開一個案子 然後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就開始了 好 但問題來了 呃 主管大家公司一樣會遇到這個問題哦 就是主管交代你一件事情後 他下一句話可能也說哦我們沒有錢 大家應該有這樣的經驗吧 然後不好意思哦你就你就做出一個 呃很Fishing的大家都會拍手的專案就好 啊請問一下這什麼專案沒有人知道 對 就是這樣子在明天氣候會發生在政府也會發生 哦 那 大家可以想想看他一個公務員就要開始想辦法 寫企劃 寫規格 然後大家為什麼會看到政府的規格常常都開得很奇怪 因為 因為參考別人家的 然後就會發現不適合 然後大家有時候會發現呃規格呃好像很專業 但是好像又不 文不對題 因為有時候 大家知道嘛 事情都是可以外包的 就外包給顧問公司給什麼公司 他會幫你寫企劃也有這種呃 寫規格書的也有這種公司 然後就會在這個角力之間呃慢慢的把專案做出來 然後呃好運的人就做出呃一個還Safe的專案 那比較運氣比較差的可能一散散就被延散了 這種事情也是發生過的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是一個公務員 你卻盡可能不要出事 那不要出事你通常會選擇保守的解決方案 或者說 你必然不要出事就是不要做是最好的 大家都有贊心的 公共民間企業也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問題沒辦法解決 那 公共城市呢就要來幫大家 公務員辛苦的公務員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呃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公共城市不是 呃挖坑給政府跳的 那他們過去怎麼做呢 我們先聊一下他們過去怎麼做 通常大家可以在電子採購碗 就看到這個東西 就各種標案都在上面找的到 那除了這個標案呃各種有趣的規格書以外 呃我相信我們郡里面常常也有人在爬這個資料 可以大家可以去分析 然後另一個呃公務員最怕的就是 延戰後還被 爆說啊你貪污 哦這大家最怕的 其實民間企業也會被怕貪污哦 呃可以跟大家分享小知識就是我 之前大家公司曾經就被集合員調查過 其實有時候你想做比較衝的事情的時候 往往就會被集合 這是合理的 OK 那所以政府有一個叫公共供應契約 呃避免這樣子殘見的東西 比方說桌機伺服器或者這些等等系統 他就這個標頂的供電價 政府的任何一個單位跟這個公司買就是這個價格 好這是目前現行的比較大的兩個解決方案 標案或者共同供應契約 那公共城市要怎麼做呢 一樣要有個開案的過程嘛 對就是一樣會經歷過那個菜鳥時期 然後主管叫你做東西 然後做得很漂亮 可能要跟什麼 呃什麼也要有個APP也要一個什麼 但是你不知道做什麼的時候 OK反正需求先接下來 這時候呢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像購物一樣 到共同供應區域裡面去看 有什麼專案可以用 這就是Public Code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可以想想看在這個上面的專案 基本上是在某一個縣市政府 或者在某個中央單位已經做出來了 你大概可以找到一模一樣的解決方案 不管它是一個工具 或是一個網站 或是一個系統 都有可能 OK 那找到之後大家可能最大問題就是 我又不是工程師 我要怎麼deploy 我要怎麼運作 其實 呃 我我我我先分享一件小小小經驗 就是我前陣子有一個 呃 公務員跟我說 發我發現他他很早就下班 我發現他怎麼工作呢 他每天的工作內容就是 把呃客就是民眾 宿願的信 收到的信下來下來 然後丟入排單系統 這樣一個動作呢他寫了一個VV 呃Visual Basic的語言大家知道 就是用那個東西他就寫了一樣工具 然後他上班定先就是職勤 然後做這件事情就做完了 上午的事情就做完了 然後剩下就開始喝咖啡 齁就是其實 呃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實在 公務員沒有這麼low 只是有效率的人 要找 對 那當然有人可以自己駕 當然是最省錢的 那當然或者 像那個VVV那個系統 大家不覺得那可以Public code嗎 讓我們政府多有效率 大家都可以喝咖啡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 呃其實最重要是微運產商 如果我們是一個Public code 大家想看看 Werbspace Drupal這類系統 要找微運產商能不容易 容易嘛 多很多 所以如果Code是Public了 那相信微運產商不只一家 那甚至於我們應該把 那Public code算 其實我們的規格上有寫到 這個專案有哪些單位在使用 有哪些單位會 知道怎麼維護他 都找得到的 對這就是一個Public code最好的精神 那如此一來 既然就是開運營的 你最需要付的 政府商會最需要付的 就只有微運費而已 或者一些小改的費用 你就不會從你每一個 都要花個200萬 1000萬去開發 那相信下次你主管跟你說 啊預算不夠的時候 相信你可能可能10萬 小額招標或者 想辦法這邊東臭臭西臭臭 這個專案的預算就就出來了 對 好 那要怎麼做到這件事情呢 其實 這是我的概念 我相信書發部可能還沒到那邊 會有一個公共城市 的平台 上面會有很多call 這個大家可以找得到 前陣子剛開完記者會 所以已經有裡面的內容了 那專案還在努力的收集跟建築中 然後 可能前陣子大家有聽到一個 被罵得很兇的雲氏集 那雲氏集現在是for 民間企業嘛對不對 那我就會想像說 有一天可能這個雲氏集 就像是公共供應契約一樣 上面可以找到很多public code的 圍運產商 或者供應商 你就在上面按照他們供電價格去 啟動這個服務 或者找產商慢慢圍運 對 好 那最後回到這個 public code更 更理想 更一定員的一個想像 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全民參與嗎 其實我最希望的是 之後大家每一個人 來貢獻call的時候 都可以拿到一些獎勵金 那這個還在努力中 那將近大家開pr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都有在call review 那我相信其他公共專案 要建築 比較難的是 如何讓 專案結束後 還有一個人持續的在call review 那再來包括 大家可能想要 政府的專案 一定會要符合一些 公共規範 就是 無障礙設計 那 無障礙設計 Lighthouse 跟這些資產掃描 這大家是政府最需要的公共規範 我們都把CI寫完了 所以我們也歡迎其他資訊產商 如果你要用的話 你可以fork進來 你就可以之前跑完 跑完後只用default也 也會符合政府的規範 讓這件事情變得容易很多 然後大家不用懷疑 我們做完這個call.GOB 是符合 無障礙3A Lighthouse是100分的 資產掃描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還有其他東西啦 那大家一定看到這個很驚訝 對沒有錯 我們的標準就是這麼高 所以 歡迎fork我們的專案 打造一樣這麼高的網站 謝謝大家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三個晚上會來 所以可能要問三爪 今天對語題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來問 有嗎 嗨 你好 我 我剛才就是看到 你說關於那個licensing的問題 就是 我現在我充當一個 devil's advocate 就是 就剛剛您說到就是 要提出一些 特別的terms 來就是 確保那些 和 政府 有這個敵對關係的 不去使用它 但是 我們現在 所有的這個 開源的東西都是 我們叫做ethics of everyone 就是說 我符合 然後就這樣 我不符合的話 你也沒能拿我 怎樣 這樣 即便是本地 我們去 就是去執行它 但是 我們要這樣子 確保 就是 全世界 或者是 甚至是那個敵對的 那一方 就是 去 符合 你這個 licensing的terms 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大家同的意思就是 我們沒辦法 那 那是一個license 你沒辦法完全限制 他人使用嘛 這件事情 對 就是 你知道嗎 我們開源界也是會這樣子 就是 如果有人不符合快源規則 open license規則 比方說他用了on的 用了 Linux的OS 但是沒有 沒有open source怎麼辦 真的沒辦法怎麼辦 當然你可以打國際官司 或者打訴訟 但我覺得 某個程度上 呃 我們還是要符合一些精神啦 畢定如果他今天是 只拿部分人的錢 而做出來的東西的話 到底要到什麼程度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話 當然MIT 但如果有介意的話 敏感的東西 比方說之前有討論 就知道比如說 國軍的油料管理系統 這到底能不能 完全公開 這可能是一個問題 敵對拿這個來去管理他的油料 好像不是一件好事 對 這一點我覺得還是要 我只把這個topic丟出來 那當然也有更好的 政府可能就 這個就不是公共城市啦 對有可能 對 好 呃 政府自家Github有機會 轉換成公共城市嗎 如果改善不同疑犯政治 不同標案間橫向溝通的問題 能不能減輕假疑犯的負擔 哦 這問題 呃 我不知道政府內部有沒有 架Github 因為其實之前有在討論 到底有沒有人就直接把Github 移進來台灣 或者就是Github架設 呃 如果有單位架的話 我覺得蠻不錯的 因為我們之後 我們現在是支援Github 沒有錯 但是我們每個計畫 是支援所有Git系統 所以如果他Github願意公開的話 也犯了那個PAPTIC壓末的話 我相信這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聯絡我 我在 520前 不是那個交接前 我可能還有一些機會 可以Push一些事情 好 那呃 能不能減輕賈以方負擔 我不敢保證 但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這個可能不是 絕對的啊 畢竟還要看賈方有沒有一些經驗 以方有沒有接納 因為 我相信 呃 這個專案有時候 還是會有些人比較不開心 對 好 那對於小 呃 有小有心意的麻瓜甲翻 有沒有建議從 哪類型的紙裝案開始 OK 那這個很棒 呃 歡迎找速發部 他們會Push你做這件事情 而且還會給一點小錢 哦 聽說的 我聽說的 好 然後呃 什麼專案我會建議不要 呃 盡量都是像之前有一個專案是那個 供托系統 然後我相信一些 呃 比較小型的工具 好 這種東西是最適合開始的 或者不要不一定 不一定知道網站也不一定要系統 你們在公務員在辦公的流程上有沒有優化的 兔偶 這也是可以的 比方說 呃 Word其實也是一個兔偶嘛 對啊 比方說 呃 公文整理系統 這都非常適合 然後不要一次搞太大 因為你搞不起來 你盡量把那個需求 大概在一個小系統你會 能夠完成的 是最好的 對 然後 UK 網路 誒這個是 怎麼 這個 打到 你打到 實行 實行 嗯 在你的經驗 讀了 經驗 實際的情況 我们这里面有一些专案是参考UK的 那个Public Code 那我们实际上现在执行的经验 如果比较成功的是 台中市政务的供托系统 那我们这个专案也算是 所以我们算是在做一个范例 那其实 我相信我们目前的很顺利 不代表所有地方都很顺利 因为毕竟我们是跟数发部合作 那数发部里面很多也是曾经的参与者 所以比较知道这些系统怎么做 但有趣的是我们记者会开后 有一些县制政府就来找我们 希望他们的专案都要Public Code 所以我对未来是蛮期待的 也许两年后我就会有更多经验分享 对谢谢 谢谢雨婷 我们的活动到这里结束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的东西一定要带走 因为如果你没有带走 门就会锁起来 不会有人帮你开门 你要明天才可以拿到 请一定要整理你的东西 因为已经有其他间 有掉东西了 请务必好好地看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遗漏 然后期待明天还可以再见到大家 有没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什么东西